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让大家更难种植多肉 我记得疫情的时候到端午前都还不用开冷气 不过我现在就在开的 黑王呢我也是早早就拉起来了 就怕一不注意让多肉晒伤 接下来要介绍新手朋友 路下潜你必做的事项 老手朋友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必做什么 第一步呢就是要拔枯叶 选一个天气相对凉爽 盆土也比较干燥的时候来拔 那我这边的多肉呢都是锦天科 然后是短精连做型的品种比较多 虫虫就容易藏在枯叶的里面 然后枯叶太多浇水也不容易浇透 也容易染菌 趁这个时候来把这些可以轻松取下的枯叶整理掉 把盆土留出一点空隙增加通风 顺便就可以检查一下 是不是已经有住在里面的虫虫呢 拔枯叶是没有什么技巧的 只要取下已经干扁的叶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的叶子太密啊 也可以考虑拔一圈最底下的叶子 这样要拿来叶芙啊 也可以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乐趣 也可以顺便备份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投入杀菌杀虫药 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之前在用的方法 第一年入坑的时候因为盆树不多 所以杀虫都是直接用洗碗精加水的方式 那一年呢我是走一个天折的方法 就是放在这个环境养不活的就算了 接着第二年也就不买了 然后到第二年开始呢 我开始认真的做功课 在虫的部分呢会在发现虫以后 用size 1 小范围的撒在盆土上面 使用的份量呢大概是三寸盆 然后使用三分之一小叉次 就是咖啡池的那一种 或者直接兑水用叶喷的方法 比例都要参照上面的比例去做调配 不然多肉很容易会受伤 那杀菌药是买了猴利用 不过因为没有什么鱼的关系 没有在用 大部分的时候呢是使用光合菌 以菌制菌 然后就遇到台风了 台风是无法避免的 那只能让多肉们自己撑过去 因为你看风那么大 雨那么大 四面八方的下下来 那基本上就是每一颗都会临到嘛 就让多肉自己 这是自求多福 这样哦 这边呢我们来提一下赛酸 赛酸是一种对蜜蜂跟鸟类 是有毒性的荣药 大部分会用来对付牙虫啊 戒壳虫啊 粉丝类 这种包装都是做粉剂的 它是水溶性的粒剂 也就是溶于水的意思 用法就分为直接加在水里一起喷洒植株 或者可以少少的放在盆土上面 然后浇水的时候会顺便被植物慢慢的吸收 植物吸收了以后呢 枕株就会含毒 戒壳虫 牙虫它们吸食以后呢 就会慢慢的死掉 它是一种从体内破坏虫虫进食的一种毒素 不过因为是毒嘛 喷洒的时候呢 或者你使用小汤匙去做这些 放农药的这些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着手套或者是鱼衣 因为农药是非常容易透过皮肤被吸收的 也务必遵守农药行的建议使用量哦 避免这个抗药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要越后来越用越重嘛 所以你要去仔细的询问农药行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 再来因为赛苏安它对蜜蜂有毒性的关系 所以一直都是推广遇到虫再去使用它 然后呢避开开花期 就是如果你有花的话是要把花芽剪掉的 那如果你试做在普通的作物上面 推结果的那种作物 就是要避开开花结果这个期间 因为蜜蜂它们会采到多米 然后带回去草里面那整草就会没了 这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呢我就要介绍一下 今年我在使用的夹克素 通常听到夹克素是不是就觉得 是保电食品呢 没想到它也有做成农业用的产品 而且我觉得它还不错用 这一个呢是做成粉状的 在Google上面搜寻 也可以找到说有液态的 那也有粉态的 比较常见的液态是用木醋液溶结的配方 这个就比较重嘛 保存的方法我感觉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是选择用添加盐酸盐的这一种 这个呢用水就可以溶结 然后整株喷洒或者是灌浇到整个盆底都透出水 农业用的夹克素它的用途很多 又能杀虫啊又能杀菌啊 我在网络上面找了蛮多的资料 有一些是宜兰大学的一些报告 它大概可以整理出一些夹克素用来杀虫的原理就是 促进植物分泌酵素 因为植物本身就有一些抗体嘛 跟人的白血球一样 分泌出这些抗体以后呢 就可以去对抗那些病菌 或者是有一些虫虫身上 刚好是互相相克的这种因子 让虫虫就不敢靠近或者是会慢慢的远离 就是寄闭作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有机农业的寄闭植物 那有没有用呢 就要看个人的这个种植范围 就是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范围 才会有效的达到控制害虫群体的一个效果 那也要看自己个人的主观感受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其实有一点点用啦 那这些农用的夹克素呢 它其实可以溶解解壳虫的虫壳 或者是其他虫的虫壳 然后让这些虫缺氧以后呢 就可以达到除虫的效果 就和我们使用洗碗精或是小苏打是一样的效果 属于触杀型的 那也可以叫物理除虫 不过洗碗精不一样的是 甲壳素会提供放线菌的养分 抑制坏菌 我们环境中呢有非常多的放线菌 那它是喜欢甲壳素的 它跟甲壳素可以一起组合 然后如果你是种其他的作物的话呢 它用来对付线虫其实也是蛮好的 不过这个效果呢 就要取决于甲壳素的浓度 有机农业里面很常使用甲壳素搭配放线菌 去抑制线虫或者是其他的病原菌 那我们在玩的盆栽啊盆土里面 其实就有放线菌 日常环境里面周遭其实也都有 它主要呢是存在在土壤里面 但是我们使用的颗粒土如果太多的话 它里面没有足够的有机质 当作放线菌的一个食物来源 效果就会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如果配土的部分 还是要添加一点点的那种泥碳土或培养土 来当作各种菌种的这种培养基地 嗯应该是这样说 那因为要养成一个好菌多多的菌肉呢 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对于除虫除菌的这些效果 自然就没有农药来的那么快 主要透过好菌坏菌的互相竞争 让放线菌等等的好菌壮大 这也是一个值得试试看的方法 那放线菌又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闻过下雨以后天气那种闷热的时候 下小雨地表慢慢干燥的时候空气里面会有一个味道 对气味敏感的人会说啊这是鱼的味道 或者是我们在换盆栽在浇土浇水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土臭味 这个其实就是放线菌的包子的味道 它都在我们的周遭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那放线菌是一种微生物 它是一个所有放线菌们的一个菌种 我们这个只要知道就好了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专业 我在想大家可能也听不太下去 所以我们就差可以了解一下有这个东西就好了 放线菌用的用途呢是非常多的 广仔农业用的就有非常多种的放线菌 不同的菌种菌落素 那像是我们受伤常常用的外用抗生素啊 有一部分其实就是用放线菌体验出来的 小朋友啊或是大人的牙齿上面有一些黑点点啊 那也是放线菌的一种 不过这个还是要给医生看啦 不要自己当医生哦 在有机农业呢放线菌的用途很多 它可以除虫除草抗菌 增加动植物的生长 改善土壤状况 也可以让一些作物本来不能连作的变得可以连作之类的 那主要它的用途呢是用来对抗线虫 也因为放线菌呢它是非常专业的生物研究 我就稍微的带过我怕传播错误的资讯 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Google查询 有非常多的农业资讯可以参考 市面上也非常多的它的农用产品 那有没有用呢 因为各个厂商的菌种菌素是不一样的 就和人吃的益生菌一样 有的人吃有感 有的人没有 那你要轻视的尝试才能得到结果 我用了两个月甲壳素的小小心得 就是如果要让甲壳素达到最好的效果 你可以在雨后喷洒在蜘蛛上 效果是不错 因为雨后呢就像刚刚前面讲的 因为雨后有大量的放线菌包子充满在空气中 甲壳素刚好就可以辅助它的成长 让放线菌去跟坏菌竞争 好菌长好了以后 基本上植株就不会怕坏菌了 除虫的部分呢就 嗯必须要碰到虫才有办法除虫 也因为必须整颗植株喷洒的关系 对叶还蛮有用的 不过对土里面的软是没有办法的 它只能抑制已经长出来 这些成长的这个数量 病害一旦产生呢就是不可逆的 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病菌的产生 最快的方法就是喷洒杀菌剂 不过不是一次就能根除的 菌都会有菌丝会有孢子 虽然它现在被你抑制住了 没有继续的腐坏下去 或者是继续的入侵子足下去 在某一天天气温暖超湿的时候 它就一次全部都爆发出来 所以用药也好 以菌制菌也好 它都要有一个规律 比如说像七天一次 五天一次这样子的规律 不能懒多喔 那我是怎么用的呢 像是我现在都是大概五到七天会浇一次水 会看天气干燥的状况 比如说我现在都是一周浇一次水 然后会使用光合菌 让它跟药菌竞争 然后甲壳素 让它去提供菌类的养分跟一些酵素 还有各种厂商出的活力素 因为我觉得分散一些风险这样子比较好 活力素的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尿素 水溶性 氧化钾 铁 蒙之类的一些 植物需要的微量元素 今年就打算这样子操作 接下来会记录用这样子的做法来度下 有没有办法减少度下的损伤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喔 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年二月中 种虫懒菌的这些多肉 现在怎么样了呢 这两棵是种了野蛮跟牙虫的浪漫激情 两个月后的现在 一棵还算可以 那另外一棵呢 因为它的虫害比较多 看起来是菌害太多的样子 只要有虫害 菌害就会跟随着接着来 所以它们是一起的 那它这棵菌害比较多 所以掉了很多叶子 不过还算活着 那也有一点点在出 也有在出新的小苗 慢慢养护看看 看能不能度下 然后这一棵状况就比较弹开 因为它放在那个黑网下面 现在形态就没那么漂亮 但是它也是有显色都 看起来还不错 这一棵呢是黑曼巴 那个时候种了燕满以后 有小小的黑点点嘛 那现在呢就没有黑点点了 但是变成了有戒壳虫 现在在继续的治疗当中 然后这一棵呢是梦幻玫瑰 它身上原本有的这些黑色点点呢 经过了两个月多的这个时间 现在都代谢掉了 它现在正在生宝宝 猪形有一点变性 它算是大颗的 也会很漂亮 接着是最后一棵 沙威纳城蓝鸟 这棵那个时候 染了很多的菌 叶子掉了非常的多 这两个月来呢 它也是持续的在太新嘛 但是持续的有在长 不过呢就是菌一直都还有 虽然它掉叶子的速度 没有它长得那么快了 所以我们就要回到 之前说的杀菌这件事情 是需要持续进行的 你才能让多肉的损伤降低 因为菌丝跟包子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染菌的情形呢它随时会再出现 那如果你可以用雨遮去遮挡大部分的雨 度下的难度也会大大的降低 那么这一集的总结呢就是 第一 度下之前 趁天气凉凉的时候 拔枯叶 保持盆面的盆土通风 那避免病虫害 一旦气温高达30度以上啊 就不可以拔咯 第二 要适当的投药 遇到太多虫 就直接投药吧 不要想说用那个 物理性的方法去做 我想从敷出来的时间 可能比我们这样子 物理性杀虫还来得快 那除了可能杀虫杀得不够干净 植物也有可能会受伤 那投任何的药呢 都要戴口罩戴手套 然后要保护好自己最大的器官 我们的皮肤是很重要的 那第三呢 就是病态是不可逆的 夏天的鱼很毒 因为充满了各种的菌 有好的有坏的 如果你可以遮雨的话呢 会好很多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放轻松 度下没有那么难啦 那这一集呢 就到这边了 以上的资讯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 或者是你有更多的种植知识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让大家度下之路 一起变得更放心 那如果有帮助到你 那就太好了 我是有威 拜拜 你吃那个脏脏的土 你很开心啊 哇 有秋云的味道 你跟小狗有什么不一样 你才会找到她的 我跟小狗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小狗有什么不一样 你很厉害也